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陷入到了麻烦当中 这个球因为李龙大呢 他是主要是负责往前去封网的 而这球他是调到后场之后呢 正在成在往前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没有去封这个球 十比十三 但是换了一个球 通过换球呢 来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同时呢 也是让这个体力啊 得到恢复 看这球都有私心的看法 节内 十一比十三 应该是节内 十二十多 十二十三 很顽强 这两个接杀非常漂亮 结果马来夏队自己在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十二比十三 十二比十三连续追了两分回来 这两分追得很关键 刚才我们在转播这个女双决赛的时候 我们说到打到决胜局啊 或者说打到每一局的这个 十二分十三分的时候是一个关键点 我们同样这个时候又看到十二十三分了 看哪个队在这个时候啊 握得更好一些 接杀 接得不错 这球是出了底线 十二比十四 让马来夏队现在十二 十四比十二领先 韩国队这个时候一定要 这一分是一定要拿的 一定要咬到十三比十四 否则这场球肯定输了 打到十三比十四呢 应该说整个心态会完全不一样 先看这一分怎么打 还是要抢先上手 出界 十三比十四 又咬住了 这比赛又咬住了 为什么在很多比赛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咬住比分这一个字啊 这个咬字啊 就是让领先者觉得很郁闷 很麻烦 身后老有人追着 老也甩不脱 这样领先的一方呢 反而会容易产生这种急躁的情绪 十三比十五 这一分又得咬住 如果不咬住的话 拉成十六比十三 这比赛又不好打了 所以你看 我觉得这一分 对于韩国队来说 同样是很关键 看能不能够咬住 韩国队突然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好 这个节奏上的变化又是 让马来西亚队感到非常不适应 十四比十五 又咬住了 这是韩国队节奏上的变化 一直都是下压 一直都是拼命的下压 加速 这球是界外 十六比十四 判了界内 是的 这积分牌出现了错误 应该是一个坏球 十六比十四 韩国队又得咬一分回来 看能不能够咬回来 又是自己的失误 马来西亚队今天不大走运 十六比十五 今天的男双决赛是今天五个单向当中最接近最激烈的一下 十六平了 那么作为一支领先的一方 马来西亚队现在就要好好地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可以去擦擦汗的换换球 把这个情绪平稳一下 比赛现在是重零开始了 前面的都不算 就打最后五个球 好的 这次进攻非常漂亮 十七